大家好 我是Dan 前一阵子因为XX争议 被球队下了无期限竞赛处分的排球选手 乙达阳乙杰阳两姐妹 在6月30号 球队最终放弃两姐妹的选手注册后 对外声明 球队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霸凌 原本希望两选手能真心反省 与受害者们圆满和解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所以决定放弃了选手注册 对 在事发后 两姐妹并没有与受害者和解 而是对爆料的受害者提高了 在被球队决定退出的两姐妹 在当天下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而这个采访内容 真的是让很多网友们都傻眼了 我们来看一下两姐妹的受访内容 事发后我们想要公开解释 但是球队为了形象不让我们解释 还说你们解释的话就会解除合约 我们只能听从球队的指示 最后只有我们被摧毁 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们 我没有用刀刺他或是怎么样 只是拿着刀骂了而已 之后我跟母亲有在选手们面前 跪着跟他道歉 那位朋友也接受了道歉 就这样结束的事情 突然就被爆料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现在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所以用自己的嘴说出了这些 暴力是有多日常的话 都不知道什么是问题 朋友突然拿着刀要跟我说话 我一定会吓得逃到一百名外 思考方式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 所以这不就是自己承认了 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 韩国大法院在今年3月有判过 不管有没有制造恐怖气氛 只要是拿着凶器骂人 就是特殊威胁罪 我没有用刀刺他或是怎么样 只是拿着刀骂了而已 唉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下一个消息是 韩国人情女团 Brown Eidegars的卡因 今天透过所属公司承认了 非法注射牛奶债被罚款的事实 7月1号 卡因的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卡因去年因注射牛奶债 收到了100万韩币的罚金处分 对于没有马上承认道歉的部分 低头谢罪 卡因因为长时间的忧郁症 失眠症 再加上这几年的难言之意 加重了一人本身的痛苦 而做出了不谨慎的选择 再次向大家真心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直接道歉就好了 为什么说这么多借口呢 没有一个人生活不辛苦 之前不是在一起公开 聚集过曲金翁的吸毒 早知今日何必当处 曲金翁应该也会很傻眼吧 做了就做了 干嘛要拿忧郁症来当借口 那正常在接受治疗的人要怎么办呢 我的生活也很忧郁 所以也可以吸毒吗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卡因跟村里库阿拉关系非常好 发生那些事情后会有多悲痛呢 希望能好好坚持住 以后继续活动 现在有曲金翁跟哈姜姆 现在也都没什么事的在活动 卡因也加油吧 对于卡因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演员帕波公 颁奖典礼太多争议 在红毯上接电话的帕波公 还在红毯上拿着气球 在颁奖典礼还突然消失 竟然还穿着女装走红毯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怖亲自第四季 你在哪里 所以 三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